非移民的泰国该如何取得长期居住签证? 第一种的话,比如说我们只是想要来短期的那几天的话,我们可以在国内先申请旅游签证 那旅游签证的话,通常一次大概是可以居住是两个月的时间 那比如说你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 你也可以不用提前在泰国的领事馆办签证 你直接买好那个晚饭的机票以及那个酒店的订单 那我们直接就可以办理落地签证 落地签证大概是两个礼拜,是四天左右,十五天之内 对,其实也很简单,那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我们前面有说到就是小朋友来这边上国际学校 那如果您的小朋友在这边上国际学校的话,可以有一个家长 国际学校他本身就会给这个小孩办理这个学圈签 因为他是小孩子嘛,然后小孩子的话只要是未成年的孩子 你来这边读书的话,他是可以给一个家长办理一个叫一清签的东西 对,其实也很方便 那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在泰国工作的话 那工作的话就是公司给到你出邀请行业 可以办你这个工作签,那其实也很方便 那说养老这边的话就是泰国有重点给大家介绍 对,这个真的真的非常不错 就是泰国这边其实他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这边养老的 所以说他有一个养老签证,就是说如果你年满五十周岁 然后您的那个银行账户里面全有八十万泰铸 你就可以直接申请这个养老签证 所以这个八十万泰铸我只需要存在银行里面就OK了对吗 就是不需要去用到这几钱 是,你要是你在办一签证的时候你只要提供这个证明 哦,就是让银行开一个养老签证明就OK了 对,其实费用不需要这么贵 不需要,不需要,对很简单 对,那养老签证的话也是一年一签 那最后一统签证的话就是叫做尊龙卡 一类卡 那基本上它是从五年到二十年的 那基本上价格的话差不多是五十万泰铸起跳 对,就是你一次性可以就是基本上五年你就可以住在这边 一次性是可以入境寄来是一年 对,那个尊龙卡的话 对,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办的是这个尊龙卡 因为尊龙卡的话它是相当于属于一种精英签证了 对,对,对 它享受到就是当你进出海关的时候走的是特殊通道 对 然后享受到的是就是比较特别的让你住的VIP的一个服务 对 包括你想去机场和机场回家的它都是有宝马7系以上的这样子的商务用车来接送你的 对,对,包括你在机场都可以从那个VIP通道 然后包括在那个 就不用排队 对,对,都是免费的 对,我觉得泰国要办理签证的话 就是长期居住这种签证其实不难 它跟其他国家比较真的是简单很多 对,它不像你去日本或者去美国都要申请很久这样子 你投资移民签证啊 你的门槛会设得很高 对,但是泰国房产门槛就相对来说会抵抗 更多泰国房产知识或泰国好吃好玩欢迎关注我们哦 泰国鼎立地产做泰国房东